為了360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尼波特颱風已經轉為熱帶性第一氣 今天下午2點45分的時候 在福建泉州登陸 所以他週末的時候 會對於福建 浙江 江蘇這個地方 慢慢的往上走 近期台灣附近的水氣是很多的 吹西南風 偶有一些雨勢 恐怕就是一個晴石多雲偶正雨的天氣 又回到夏天的天氣 那天氣也進入一個盤整期 比較不穩定一點點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個北方封面系統的發展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盤整期有一些變化的空間存在 台灣的天氣其實都受到這個颱風影響 過去這一個禮拜 你想想這個過去一個禮拜 他在2000多公里的地方 一下子衝到台灣 6天內變成颱風最後結束 所以這個其實 這個颱風對我們衝擊相當的大 我今天下午訪問台東縣縣長黃建廷 他就特別提到說這個颱風 對於台東造成很大的重創 跟往年的這種風雨 颱風是不大一樣的 它造成剛好在泰馬里登陸 那在北邊剛好有台東市 等於是它的環流 最強的這種岩漿撞擊到這個台東市 就有那麼大的一個傷害 那未來呢各位看 其實這邊有那麼大邊的水氣 這個不是西南氣流 就是像水氣一樣 它未來其實都在台灣的西南邊發展 那剛好吹西南風 那這個就給我們一些 午後雷震雨很好的來源 還稱不上說是有西南氣流 但是就是午後震雨 可能會稍微多一點點 那午後震雨呢 就要原防這個雷震雨 雷急的現象 所以未來禮拜稍微不穩定 那另外呢要關注的是說 這個颱風走了之後 北邊的系統是不是會下來 目前看又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有一個特徵呢 是高壓稍微退了一些些 那未來呢還是有一些擾動 在菲律賓東央發展 不過這個呢還有待觀察啦 這個要有颱風要有一段時間 的確這種條件海水溫度這麼高 都有機會發展成為颱風 所以未來這幾天呢 台灣天氣呢 在禮拜天持續都是晴朗 但是有一些局部性的震雨 這個都是山區發展起來 對流雲氣 甚至有一些是颱風後的殘存水氣 可能會再移進來 所以各地呢北部是28到35度 東部是27到32度 都是偶正雨的天氣 中部是28到32度 稍微好一點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平地 相對也沒有 沒有受到這麼多殘存水氣的影響 南部呢是偶正雨 27到31度 所以禮拜天的天氣呢 大致上是穩定的 但是偶有一些短暗陣雨 所以外出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但是有一點悶濕悶 是很熱的感覺 有一點不大舒服 所以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穿一些通風透氣的衣物 採訪